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年中的时候你发了一个钢琴加人声的一个demo版本过来给我听 然后我听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曲子挺好听的 我们说什么时候把它给做出来对吧 还被夸了 开心 其实天津老师也是我一直合作过很多次的老师了 例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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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微情书》 有一封信 那个白噪音的弦乐部分 还有人声对吧 但是合作了多年的老朋友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来听的这首《万有引力》 其实也是一首动画主题歌 但是这一次 其实值得一提的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做这首歌的时候也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这次做的话 咱们要做就把它做好一点 然后投入大一点 把这个规格拉满一点 甚至还来拍了一个视频 但确实是已经算是近期以来的非常大的制作了 那就现在来听一下吧 你不想说点什么 你看到这花花绿绿的女可以提问的 其实 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干 为什么这么干 因为我放的不是mix 大哥 找不了我 因为放的是分滚 没混的好吧 好 好 再来走 如果这世界都是深浪的海域 你坐落其中像一座安全岛屿 我只爱你却到远离去见所未知的自己 说实话我之前没有这种只有一个吉他和人生搭配的这种 有吗 《卑微情书》的某一段 还有啊 有 那但是这个比较安静的吧 这个没有前奏 但关于没有前奏是怎么想的 偷懒 当然不是了 对 关于没有前奏这个事情我们俩也讨论了很久 其实这个东西啊是倒推过来的 就是说我在编的时候我是先从副歌 因为我觉得这首曲子 因为它最大的这个情感抒发的位置都是在副歌部分 所以我想要把这一段先做到最精彩 这首曲子呢 它是想要描绘一个什么亲情啊 这种感觉 对对对 我希望它前面温馨 对有温馨一点的 当然我副歌的这个编曲的时候 我是做了副歌一和副歌二嘛 副歌一的话比较安静的那一种 要有宇宙感 然后又要温情 当然副歌二的时候那些节奏组啊 什么都进来了以后 那就情感就会上升到另一个程度 但我说的倒推就是说 因为第一遍副歌 它是一个能量比较低的状态 所以我再往前倒推的话 那你前面的主歌的能量就要比 我们第一遍主歌能量还要低 也就是说做剪法剪下去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前面的这个乐器 就不能使用的太多 要不然的话会显得你这个副歌 进来的话会损失它的力量感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之前给的要求 还是说希望第一段主歌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亲切的小女孩 她一个人就是前面只有一束光 特别小的感觉 在你耳边唱歌的感觉 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 或者说到监奏的时候 能够突然的脱离开 进入一个宽广的世界 忽然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对对对 宽阔一点 我觉得就是宽阔来这个词是各符合我的心意 浩瀚有吗 没有 好 因为我觉得 你都没听到那儿呢 你现在就一直在剧头 那听听听 那我们继续了 好听 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 是我自己本来一开始编的时候 就是说 我其实第一反应是希望节奏组就是在这里 也不是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一二三 节奏组就进来了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为什么就想到 你在宇宙中穿梭了一部分 然后你终于落到了一个回归现实的位置上 海滩或者说一个莫名的一个星球 反正着陆了的感觉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懂我懂 就是他 他着陆了之后 但是他还没开始睁眼睛 就是他睁眼睛 是了 你这么解释也可以 挺好 你这个理解很好 这个丢丢丢也还蛮好听 这个丢是什么 对对对 对那个电子 电子 这个 拉巴给人破掉的声音 不可能啊 没有对对丢的声音 有丢对丢的声音 跟你说没有 绝对有 绝对没有好吧 快再播一次 不可能有的朋友 你说那个 那是电钢的声音 那不是喇叭的问题 这个最后一段了 第二段 他说这个曲子 你是怎么想到 给它取名叫万有引力的 因为我最早拿到你的这个 指示 它是叫浮岛 漂浮的岛屿 对吧 不敢指示 就是因为浮岛是 做慈想的一个题材 就是他是觉得说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像每个人都是一座 漂浮的孤岛一样 所以他想形容这样的一种感情 但是我们这个歌 实际上呢 它是一首动画的主题曲 《云获归图》 它讲述的是一个 在火星上生活的一个女生 本来是想要在火星上 寻找自己的价值 但是发现自己的奶奶生病了 她就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奶奶身边去照顾她 这样的一个寻家寻根的一个故事 应该算是我们每一个重视家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亲情 那为什么叫万有引力呢 就是想形容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抵达感 就像我们的歌词是叫 也许告别的意义是为再次抵达你 对于她的奶奶来讲 或者说对于她心中其他的朋友爱人也好 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隔阂 是需要某种努力去抵达的 万物之间存在的那种引力一样 所以我们这 大家我也有引力啦 有一些问题啊 就比如说大家会问这个工程是什么 工程啊 工程就是得看是很多个环节啊 比如说第一个环节 你的是一个编曲工程对吧 编曲工程基本上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旋律 然后我去加载各种各样的这种虚拟音源 或者是用一些实录的方式啊 在这个 播一下那个 播一下吉他 两把吉他一左一右的音乐 说白了就是做伴奏 做伴奏你可以分成很多组 节奏做 好像听懂了 但又好像没听懂 可能这首曲子你是录了两遍的 对整个录了两遍 总之就是一言难尽 什么叫一言难尽 意思是录的不好 不是 一言难尽就是说这个过程非常的长 但是呢最终它是一个好的结果出来的 那应该用一个什么成语来描述呢 叫 文化名 这么说不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个文化 能不能我要有文化名了 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到底叫什么啊 过程很痛苦 但是最后是好的 这个到底叫什么 让屏幕的观众朋友 对对对 有那个 学识渊博的同学 来给我们 给我们好好的上一课 好了 对于听众或者是粉丝来讲 怎么样去制作的 可能说不能完全的理解 但是我们听到最喜欢的东西 能产生共鸣就是最重要的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 嗯 好 那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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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